实际上,做人没有什么秘籍,成功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 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听了别人所谓的忠言,把学博想得高不可攀, 从而放弃自己原本的目标。 其实学佛很简单,就是把你最佳的愿力和善心和精进心完全地用在你的学佛上。 你全神贯注,你就会获得一点点的进步,不断地积累, 你的大目标会离你越来越近。 有一次,一个小青蛙比赛,他们爬一幢十层高的楼梯。 许多人聚集在高楼下面看,比赛刚开始就听见不少人说, 你们这些青蛙是自不量力,自我炒作,不要白费劲了。 我看你们根本不可能爬上去,听到这些话,所有的青蛙当中有一些骚动。 有些青蛙摇摇头就退出了比赛。 但是还有些青蛙在努力地往上跳,其中有一只青蛙非常卖力, 不管别人,虽然摔下来好几次,它还在往上爬。 下面的观众说,你别费劲了,青蛙永远不可能爬上高楼的。 参赛的青蛙基本上都放弃了,只有它还在拼命地爬, 它掌握了爬的要领,越爬越高。 最后它非常卖力地登上了楼顶。 放弃比赛的青蛙想知道为什么你能够爬到这个楼顶呢? 但是这个青蛙怎么问它,它也不开口。 后来大家发现那只爬上楼顶的青蛙原来是个笼子。 告诉大家这个故事,我们学博做事情,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。 你认为是正确的,就好好地努力。 不要被别人的思维所左右。 很多好的婚姻就是因为别人说三道四,而造成了夫妻的破裂。 想一想,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心来管住自己,我们要有能力。 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 也就是说,我们卑里无言,卑里无动,卑里无听,这些都是中华传统的好事。 希望大家不该看的不要看,不该想的不要去想,不该做的不要去做。 要做自己心中能够认为它是正的事情,那这叫正信正念。 更远,不会去了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